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北海道政府4月4号宣布 检疫人员在札幌市发现的一只狐狸尸体中 检测出了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日本环境省称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病毒 报道称 3月29号在札幌市发现的5只乌鸦尸体中 检测出了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日本环境省表示 这只狐狸可能是吃了感染病毒的乌鸦 环境省强调 只要不使用感染病毒的鸟类 不直接接触动物尸体和粪便 那么人类感染禽流感的可能性极低